週日傍晚 十多個加拿大團體在香港駐多倫多辦事處前 舉行集會和燭光會 聲援三個多月來的反送中運動 來看報導 這是自6月以來 十多個加拿大團體首次站在一起 聯合聲援港人爭取民主 今天,香港人不站在一起 他們站在我們所有人 我們站在他們 我們在這裡 因為我們支持我們的兄弟和姨姨 他們在戰爭執著 同樣的利益我們負責 僅僅當人們愛平和自由 一起來在戰爭抵抵抵抵抗 我們會有平和平和自由 民主中國陣線 基督徒聯合陣線 反宗教迫害協會 自由國際 加拿大東土耳其斯坦協會 加拿大反共聯盟 自由西藏學生組織等代表 在集會上發言 支持港人的五大訴求 中共它不僅僅是派了警察 可能武警甚至打手 甚至是黑社會 還有包括殺手到香港 去搗亂 破壞 然後呢也對那些抗議者 就是用了很暴力的手段 進行鎮壓 我們共同的宗旨就是追求自由民主 夜幕降臨 香港駐多倫多辦事出門前 點點燭光閃爍 空中會響起願榮光揮香港的歌聲 這一刻他們都是香港人 新台機九珠峰加拿大多倫多報導